你要找回平衡 因為如果你看得太多 他們會覺得你煩 然後什麼都不聽你說 這次現這個師傑空 最辛苦就是特技化妝 因為每天要化差不多三個小時 變成我要早三個小時上班 然後遲別人一、兩個小時下班 因為要下妝、上妝這些東西 這一部分就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我沒試過拍這麼多年的戲 沒試過用這麼多特技化妝來做 因為平時在亞洲拍戲 別人想見我自己的樣子 但是那邊可以真的投入一個角色 變成這個孫悟空 演這個角色的壓力 就是因為演一個不同版的孫悟空 平時我們看《西遊記》 大家都很熟悉這個故事 他是一個年輕的孫悟空 但是這個孫悟空 是一個年紀大了 即是有小朋友 有一個老爸 他有很多責任感 所以不同 我們習慣了看孫悟空 他不是一個頑皮的、白艷的孫悟空 他是一個比較嚴肅的老爸 但是他的兒子就很像他以前的他 他要面對怎樣教那個小朋友 你是否由他發展 還是你要拒絕他 其實我現在做的老爸 都是面對這些問題的 某些事情我見到我女兒 可能不喜歡的 但那些事情都是我小時候做過的事情 所以我要由他自己發現 或是由他自己知錯 才是對的 因為如果所有事情你拒絕 他自己都學會不到一些東西 對不對 你要找回一個平衡 因為如果你看得太多 他就覺得你煩的 然後什麼都不聽你說的 所以要勉強的 就是看什麼情況 什麼情況 才說出來 有時都要由他 自己知錯 或者做錯事 接著自己發現 那個問題 不是每次都是你說的 你很多事情都要自己經歷一下 不可以別人說 告訴你怎麼做 所以現在這個階段 就是這樣很有趣 有時真的不喜歡 但你真的要由他 自己發生 自己 discover 有時你如果有他跌 因為有他跌 他知道同之什麼 知道如何起身 這個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經常都 抱著他 捉著他不跌 到一天你不在 或者他要面對一些 真是一個問題 他不懂得怎樣去面對 他不懂得面對困難 這個我發現 很多現在的年輕人 就不懂得面對困難 一面對困難就放棄 但其實人生是不停有困難 不停有挑戰 要懂得怎樣面對這些東西 所以有時要由他跌 有他受傷 有他知道那件事是怎樣的 接著如何起身 做回人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 Life Lesson 感動作詞 可能是一般 做回人 不停有 感谢观看